Li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蒙古對上中國人的一個對決 來看一下雙方的一個位置 現在目前中兩點中方向是蒙古 蒙古的位置是比較好一點 他的果樹 這個片樹非常的厚 可以撐滿長一段時間 但是有點小小尷尬 有點面向中國的一個位置 所以中國要來騷擾的話 這塊木齊算很厚 但騷擾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好 在右邊 這個位置算相對好微 但是也是蠻長段距離的 消耗距離是可能會蠻兇的 所以我覺得這裡看似天圖的一個位置 但還是有點小小的隱憂在的 那這個分數應該可以打到70分 或者是80分左右 但我覺得80分問題太高了 應該是70分 因為果樹都是在 人在尾的範圍裡面 守的方法是相對簡單一點的 那金礦的話也在後面 這裡是敵人的正後方 要繞非常一大段的路 才能繞到後面 騷擾的話就會變得相當不容易 那金礦的部分也沒有到非常到正面 只有這塊附金偏前面 那其他地方石草金 都還是在屬於後方的位置 算是一個不錯的點位 好 那蒙古我們也稍微解說一下他的能力 蒙古的話他是馬攻騎兵 攻擊速度提升25% 然後清騎兵 渲氧力跟草原忌兵的生命值 價30% 哇 這個血量應該算是 全遊戲裡面的肉麻 最多血量的一個威脅 我記得好像最多可以到118滴喔 哇 那個血量這個真的是超扯 直接整整做出了兄弟來利騎兵 增加多了18滴血量 好 那這邊還有獵人的狩獵效率提升40% 這個效果對於一些某些圖 什麼大草原啊 非洲什麼 中午很多的圖 你只要出蒙古 你就家裡田也不用傻了 直接拉十幾村去外面打獵 哇 你就發現你從黑暗時代就 肉就破千喔 都有可能的 這個有點太誇張其實了 但是蒙古這個狩獵效率 是真的真的非常好 如果大家喜歡打阿拉伯以外的圖 然後動物 野生的物有多的話 蒙古的話 複防試試看 那會是蠻舒服的一個選擇 再來就是他的油木 這個科技 居住防射被摧毀不會影響人口數 就是你的最大人口數不會被減少 那你通常大概不會點這個 所以這個每年總太大意義 房子很便宜 再到就 主要是會來點這個 這個鑿岩姬 工程器製造所單位移動提升速度50% 這個的話我記得是沒有吃到城堡的遠頭 就是遠頭並沒有增加移動速度 所以你大部分蒙古真的要拆工程的話 都是出重型衝撞車 重型衝撞車 證券電盤是重型衝撞車 OK 那他的升級一樣是一千十五 那他這一個衝車應該是這遊戲裡面跑最快的衝車 每次大家玩蒙古 金冠點下去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BGM Déjabu 開始到都更了 跑超快的車車 所以喜歡衝車跑得快的話 蒙古也是你的首選 好那看一下其他的方面 他的經濟比較慘一點 如果真的打到到後期的話 經濟會越來越輸對手 因為他沒有三級伐木跟三級田 當然啦 這個三級田有沒有 雖然不是這麼關鍵 但是以為我們這種菜籍戶走到到到後期的話 有這兩項科技 就會變得非常舒服 因為你的經濟已經會比別人好 爆一些垃圾啊 冰什麼戰毛啊 戳戳 這類的洛馬 你還是會比別人多一點 你的村民也不用那麼多去採資源 自然量冰量就會贏對手 你用淹的也淹的贏 但蒙古的話就比較尷尬一點 這部分 經濟上可能會比較難控制一點 好那再來就是 看一下工兵的系列 工兵系列他是有強弩的 但是沒有三級遠防 所以他的蒙古突起 所以防禦會比較薄弱一點 但是優點是 他有拇指環跟安祈人戰術 還有彈道拳跟化拳 工兵幾乎是全開了 國一的小缺點就是沒有三級遠防 然後再來就是馬舟科技 馬舟科技的話沒有有效 但是有駱駝 這個是細節 有駱駝的話可以打很多的騎兵國家了 再來就是他的草原忌兵 稍微簡單講一下草原忌兵的部分 草原忌兵的話他攻擊會有一格的距離 所以他打起來的話 有時候我看一些高手 他們會出駱駝加騎兵 然後再加忌兵 三種都出 草原忌兵的話一直在後面輸出 給對手壓力也是蠻大的 就當成一個機動性的馬功的概念 但是不出馬功 他通常出騎兵加上草原忌兵那個搭配 通常就會直接上 上那個寶兵了 蒙古突擊 這邊開打起來了很快 哇這兩邊是怎樣 突然遇到就一人不如開打 哇蒙古直接送掉一隻漏馬 喔咦 不對沒送掉 因為對手還沒有上封建時代 漏馬只有三攻 蒙古這邊已經上了封建時代了 所以是武功直接屌打對手的馬 然後對手的馬因為沒有上封建時代的關係 所以跑速也比較慢 也討不太了 哇他可能以為對手的血量很少 直接上去硬A 硬A的贏 我也以為蒙古這邊要送啦 沒想到只剩一滴啊 哇不得了啊 這邊 哇這邊蒙古打一個極限馬 哇這個肉馬 來得很快啊 而且爆滿多隻的了 哇前面這邊還有村民想要來前置喔 這邊要來拆這個城門了嗎 哇沒想到這一把前面就打這麼兇喔 好那我們稍微講一下蒙古的圖 不是中國的圖 中古這邊是選擇射箭打開 那金是在裡面 火樹也在裡面 欸算是小小不錯的圖喔 哇有點算是半天圖 由於樹木的話還是比較容易被騷擾 所以也是大概只有六七尺分的分數 還沒有到飛翔天 那也算是不錯了 但是蒙古這邊打的真的很兇啊 哇這裡有很多兵 三隻肉馬加上兩隻村民在拆這個城門 這邊已經堵了一個射箭場 看來是 土牢武功 沒救 欸那這邊是有點下一些棒棒要來 防守嗎 欸我們是不棒棒是戳戳 準備救去 那這邊戳戳似沒有出到東西 但是蒙古這邊依依依在給中午壓力啊 更多的村民 更多的洛馬 欸來了 總共三隻村民被牽制 欸唷他這邊拉了一隻殘血的村民 這算是小細節的食物嗎 這邊看來是要來搞這塊牧區 插塔 就是我剛剛說的 雖然這張圖看似是天土 但事實上牧區也是蠻煩的 這邊牧區只要都被封鎖的話 可能就沒救了 欸唷這邊一個食物啊 直接讓村民繞單 三隻戳戳追了上來 跟一隻小弓 OK一個高地打到地 想不能換掉一隻戳戳呢 有一點困難 趕快先把戳戳全部收掉 這邊村民就安全了 村民有一隻女村民會殘血7滴 應該是不會死 OK4滴 好危險 好危險 OK這邊開始在插牧區了 牧區兩邊都割下一個塔 沒想到才剛說這張圖有點爛 沒有到爛 這算是小天圖而已 但是牧區真的是很差 馬上就被人家搞牧區啦 那這邊牧區被搞到的話 那他這邊安全的挖子剩這邊了 那這邊的話沒意外也會被插塔 而且這邊還會被深插 這邊好個凹槽一個地方 那應該是有點尷尬啦 這邊要是能蓋起來的話 中國會非常非常的難打 那中國這張 我們還沒講中國的能力 那我們來稍微講一下 中國能力的話 村民一開始會多山村 但是會少植木材跟215 然後科技在封建時代會開始便宜10% 非常不錯的一個能力 所以中國人趴根技的時候也算是蠻快的 哇 這邊是怎樣 哇 這邊蓋塔有點問題啊 哎呀 這邊因為剛好卡到這個伐木 所以只能兩個人去蓋這個塔 哇 這個塔永遠蓋不起來了嗎 蓋的速度非常慢喔 哇 這個是要死村的概念了 哇 這個看起來沒在看 哇 直接死一村 剩下87% 88% 89% 這邊村民有點殘血 96% 哇 這邊蒙古鑽爛啦 96%還蓋不起來 哇 但是村民越來越殘血 趕快進去 剩下兩隻 三隻 這邊來蓋房子 然後收錯一六出 哇 但是這邊 這隻獅子在幫蒙古嘛 幫鳥斗莉 咬完之後再去殺這個獅子 連大地之母也看不下去了 監住他也 然後在這邊 建塔 再繼續操伐木 哇 兩邊都爆開了 然後他已經來到這一閥伐木 然後這邊再查一根塔 OK 三閥伐 全都爆 怎麼辦 這個蒙古控土的能力 算是相當有意思的 你要在黑暗時代 就完全了解對手的地形 然後對於 祭出對他非常有效的打擊 的一個選擇也算是蠻不容易的 那這部分的話可能我們這種 16加15加的玩家 可能是需要再來鎖獵一點 如果可以對對手的地形 造成一個不錯的研判的話 通常可以上個 19、18加10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也是我該需要練習的地方 因為我常常不會去注意到對手的地形 我都是喜歡打正面的 打那種硬實力跟對方正面對決 那我覺得這樣其實太好了 我還是要去注意一下對手的地形 然後做出一個對應的反擊會比較好 不然就會像中國這樣子 直接被碰在家裡 有點難反擊 但是中國這邊 欸?沒有選擇要上城堡 居然是選擇要出一個肉碼 直接做一個反擊嗎 他可能覺得他這邊上城堡就爆了 因為這邊一直在做一個壓力 戰毛跟肉碼 砍防止 看來這一鍵等於瞬間 就會用肉碼來做反擊 可能家裡過得有點慘 能伐木的地區很少 只有左邊這塊區了 但是蒙古沒有打算要繼續插塔 還要繼續騷擾左邊的牧區 好這邊肉碼全部請操而出 六隻肉碼能不能做到點事情呢 好戰毛應該是可以全收掉 三隻肉碼應該也是... 沒解 哇!中午這波反打打得非常好 七隻肉碼化解痂了 的一個外患了 內幼已經解除了 但是蒙古這邊肉非常多 因為一直打獵 已經點了城堡時代了 看這邊也在偷吃斑馬 哇!太可惡了 好!出是他家的斑馬 那這邊... 換到蒙古有壓力了 七隻肉碼要怎麼解比較好呢 戳戳一直出呢 沒錯!戳戳一直在生產中 那中國這邊... 城堡時代還有點具有 哇!只有十七片田 但也算是蠻多的 好!輪頭點下去 差不多會到六七百肉 也似乎可以上到城堡時代 那來看一下這邊肉碼能不能再打到一些東西呢 這邊剛剛雙方稍微暫停了一下 兩邊講好同時開始遊戲 哇!這個戳戳被這個圍翁還是死蠻快的啊 哇!怎麼感覺這個中國的馬比較像是蒙古的馬 怪怪的啊 中國的馬為什麼是誰 中國的馬65滴 WTF 為什麼中國的馬會這麼多險 欸!這不是顯示Bug嗎 這我覺得怪怪的 中國人 紅色是蒙古沒錯 欸! 欸!那為什麼蒙古的血 欸! 欸!這兩邊是不是觀戰Bug啊 OK!紅色已經升級到了蒙古 欸!蒙古已經升 欸! 紅色是蒙古 對啊!這是蒙古 欸! 欸!這怪的欸 到底哪邊才是蒙古呢 這個顯示是不是有點問題 好我們來看一下科技的選項就對了 就會知道到底誰才是真正的蒙古 沒意外的話 藍色這邊應該是蒙古喔 血量是65滴型 然後所以我們一開始就說反了喔 藍色才是蒙古 紅色才是中國人喔 所以是中國打了一個箭塔 快弓想要來封蒙古的墓區跟洛 然後蒙古使用洛馬做反擊 哇!我想說越看越奇怪 為什麼這個中國的馬血量這麼多啊 覺得好像怪怪的 中國來一個快弓 似乎 呃!蒙古來個快弓似乎也怪怪的 好 感覺好像紅色還是蒙古欸 因為蒙古確實吃肉很快 但是我沒有去仔細去算他吃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所以這邊還沒辦法確定 到底哪一邊才是真正的蒙古 誰出圖記誰就是蒙古 你紅色還是蒙古欸為什麼 搞得真的是我好亂啊 為什麼 為什麼中國 中國 中國這邊應該是點血統啊 OK 那沒事 但是應該是 哇他連血統都點 難怪他上層比較慢 好沒事 那那確定啦 中國是有血統 嚇死我了 我以為又是觀戰BUG 因為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錄影片的時候 都會一般才發現有一些BUG在 但也不是無傷帶啊 我第一次遇到這個我也是BUG 看起來不是BUG OK 那這邊蒙古圖記 出來了 我看起來是要爆蒙圖了 那中國的選擇是三隻奴兵 我還以為這場要換車了 OK 不好意思沒有想到中國是點品種 所以有點慌了 我怕又遇到BUG 我要再重錄一次啊 其實你們看我這樣每天日跟影片 那也是重排很多次的 因為有時候遇到一些關章怪怪的一點 或者是講解的太好 然後就需要重錄 這邊是不是被燒二的連鎖 會死一吹嗎 沒有拉走了 這個蠻極限的 但這邊蒙古圖記打奴兵 卻不好打 那只能稍微解一下是還行的 但是被毒蜘迪斯反射 因為蒙古圖記 防禦雙防都是零的 零零 然後射成4加2的一個能力 這邊直接想要硬點奴兵 但是這個肉麻砍下來是蠻痛的 一倒五滴 OK 先把肉麻解掉 來追擊一下這邊的奴兵 那奴兵這邊後面還有三隻 喔四隻 喔不止 喔六隻跟上來 支援這邊三隻的奴兵 但是剩下一點的血量 能解決掉嗎 這個走位相當的好 八隻奴兵打蒙古圖記 應該是沒問題 划算划算 好沒事 那我們講解稍微出現了一點 問題啊 那我們稍微 重整齊果 要看一下兩邊的一個選擇 目前 韓國 啊不是韓國 是蒙古 蒙古 蒙古像是雙TC開 三TC公開 那這邊BK想要來放下 想說是工程機製造手 控制車應該不太可能 因為蒙古圖記爆大量 情況上出奴兵會更實際一點 奴炮 不是奴兵 那奴炮出來的話這邊血量就會很殘 那蒙古圖記會更好收一點 欸直接打我臉啦 哎呀直接出了中 直接出了投石車啊 呵 好那中國選擇的是 蓋TC 但是目前TC有點落後 蒙古已經3TC開蓋了 哇直接在你眼皮外 開始濃起來 哇這更狠 直接灑田 好這邊選擇的是投石車 那也行 那就變成說投石車手家 那突擊去外面騷擾 欸沒有錯 這個就是一個正確的不打正面 打騷擾的話 就要選投石車 但是對手應該也是空的 投石車應該也不是那麼好賺 欸怎麼突然又打我臉 怎麼又砸到啦 哎呀今天拍片怪怪的啊 各種沒有想辦法 原來通常中國點品種的話 在封建時代 那他上層的時間會非常非常慢 造成對蒙古 經濟上落會非常嚴重 那這樣子的話 他後期要追回來 似乎有點困難了 原來中國的經濟優勢幾乎都在前期 那蒙古的話幾乎是沒有經濟加成 那他沒有把經濟加成打出來的情況下 那很容易就會落後很多了 原來越後期的話 中國就越難打 蒙古突擊越成型 對 這個防守能力 是有點困難的 畢竟蒙古的馬 很難打 我覺得很難打 肉馬血量多 蒙古突擊打真命又很強 衝車遠投石車 都可以秀光光 那馬功控得好就沒問題了 好那這邊蒙古沒有再繼續出突擊 然後是選擇的是3TC開農 然後斷村 然後出投石車反擊 做防守 OK 看來是要來秀這個頭車了 這個頭車被換掉會很傷喔 再投一下 但是這邊應該是瘦掉沒問題 唉唷 直接找到一發大碗的 瞬間殘血了 然後還死了兩隻奴兵 那兩隻頭車過來 想要再繼續做反擊 然後突擊一樣是九隻 這邊選擇雙PK阿 看來是要投爛對手奴兵阿 這個奴的發音我真的是沒辦法糾正過阿 這個奴 二三聲奴 有點困阿 對我來說這個發音似乎是太OK的 這邊也是選擇3TC 挖石 挖金礦 那對手看到前面的投石車似乎壓力有點多 趕快造了一個PK要來戶頭 唉唷這邊是不是沒看到 哇 腿哥了 唉唷好腿好腿 直接死了三隻 但還沒有到腿哥那麼長 還能接受 還能接受 可能有人不知道誰是腿哥 腿哥就是一個世紀帝國的老人家 跟我們一樣都玩了十幾年的那種 然後他有一次跟雲大玩的時候 他說了一句 這裡有一批好精美的工兵阿 一講完他的工兵就被拖子車拖掉了 全部消失了 所以我們就會稱為他腿哥 好這是一個歷史淵源阿 這個也沒有 沒有要講什麼 就是很習慣阿 看到有人被腿 被頭了一下 都會覺得 喔他是腿哥 馬上插起來 唉唷這個投石車是不是可以白換 沒錯白換 一個高地打滴滴 白換 要出衝車了 咦 在蒙古這邊是斷村要上帝王啦 哇村民宿目前領先22隻喔 哇那邊很大膽耶 只有投石車就趕這邊出來弄 這邊騎士一台 就可以全部解掉五台投石車 真的是蠻大的 唉唷中國這邊送不了了 要開始開稿了 開稿了 這邊蒙古點下帝王時代 開始要繼續爆他的蒙古足跡喔 這邊兩台投石車直接被擺給掉 似乎不太好受 而且這邊還有一隻騎士要來賭這三台投石車 這三台投石車會不會出事呢 一下兩下三下 哎呀還要再兩下 一台投石車就沒了 好投石車來砸 哇這個踢地板沒踢到騎士 哎呀直接擺給五台投石車 通通被送放 好壓力回到蒙古這裡 雖然這邊帝王時代已經研發好了 欸等一下 中國怎麼帝王研發的比蒙古還快啊 這就是經濟加成能力嗎 但好像也沒加成什麼 對啊 既然這個是一個高速上帝王要出一远頭 巨型投石機 還拆建築物得靠路嗎 好那蒙古已經點下母子環 加力城堡再繼續開 像是雙城堡再爆土地 那這邊會轉出中國蓮弩嗎 啊強弩還是先上了 先上山宮跟化學 那這邊去行動石機 沒意外的話就要來開始拆 行動古的加力了 那目前看一下加力基金狀況如何 加力基金狀況似乎沒有非常好 肺炎氣很少 他鐵那麼少的話就是有可能是斷春 或是單TC 單TC 然後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肉量比較充裕一點 然後選擇是先上帝王 不然他這個村民量上帝王 經濟其實蠻差的 你們看這個村民術差距似乎也是非常充裕 他是想要先上帝王 然後輸具行動石車補對手壓力 然後第一代慢慢把農民農上去 先把戰場開到對方家裡的一個選擇 這也算是高手們的一個思維 既然已經落後了 那就打凶 先上帝王 城堡先開頭 那就不會落後太多 那壓力也會給對手 好那這邊 盟主這個城堡可能他可能會修 不然突擊有點難成型 欸我這邊充裕抓到了 哇伐木的有點慘 但是沒有關係旁邊有城堡 牛兵也在偷射 但有點少量 趕快跑趕快跑 好食量我穿還能接受 但是家裡要怎麼防守呢 正面的努兵 都來在前線做一個進攻了 哇這邊蒙古升級的中型投石車 要來投這個巨型投石機跟強弩了 來看一下這邊能不能投到呢 哇這個投到一發就很舒服 哇直接往前走 哇直接上陣 好完美點掉 但是也損失大概四五隻的一個奴兵 好這邊開頭 我直接投掉一台 好兩發就可以投掉一個巨型投石機了 很快的速度 哇這裡有三台了 三台你還要上嗎 是我就不上了 好下面這邊 金礦被燒到全部見面 看來這邊是要全速撤退了 欸這個投石車 這個路徑怪怪的 還是他是故意要回家的 還是要故意回家的 哇拼了命想要投這一頭奴兵喔 看對手也是有在空了 決定還是不追了 還是要先把這個巨型投石機 處理掉就好了 哇但是家裡的城堡依舊還是被解掉了 直接少了一個城堡 再這樣出圖劑可能會慢了一點 這樣爆圖劑會真的很慢 看來要先轉一下肉碼 擋一下正面喔 不然這邊圖劑量少 沒有怕打正面會有點尷尬 血派好打 投石車依舊給中國滿大的壓力 好人口數來到了一百三十七人口 那村民宿目前還是蒙古領先的 但是由於剛剛這邊驚慌被殺太多村喔 所以中國的村民依舊沒有趕上蒙古 哇蒙古中國大戰歷史上是不是有這一段 忽必烈 掙討中國 然後釣魚台 不是釣魚台 釣魚台 釣魚台是台灣上面那個 好那現在已經重現歷史了 到底這次能不能中國 抗蒙古成功呢 抗蒙之戰 是否能成功 哎呀這個兩隻騎士完美 這個進場時間OK 但是後面有蒙古塗技 能不能收到一台呢 能收到一台就很賺 OK 賺了 一台 收到一台還是可以的 但是蒙古塗技的數量看起來了 有十九隻 這邊已經轉出肉碼 要來拆這個巨型投石機 但是有點軟阿沒有加防禦 02的一個防禦 防禦沒上 失誤被射真的是蠻痛的 雖然上好像也上不了多少 因為蒙古也沒有三級馬防 拉技馬防沒有三級遠防也沒有 所以招成他被射的話 還是非常痛的 所以這邊中國轉出連弩的話 失誤也是比較好 欸這邊站 把我來這邊做騷擾 加上一直奴兵 騷擾效果失誤不錯 這死了三寸四寸應該是沒問題 大概可以燒到五寸左右 原件死被射還是蠻痛苦的 趕快要把他拉血肉碼去一個防守呢 左邊這邊 舒服已經沒有開戰了 這邊就是一直撒田 經濟濃起來而已 正面的話 蒙古並沒有想要出遠距離投石車 巨型投石車 可能是想要出衝車 但是衝車的話 成型之前軍隊是出衝的是不太好的 好 蒙古塗技原來要到裡面騷擾 哇 這邊是倒特島吧 倒特島應該是會變成的喔 哇 好像沒有硬蓋喔 硬蓋的話村高全是死的 哇 兩台投石機 就這樣子 被抓掉了 這個騎士力大功啊 好 那這邊被抓掉的話 奴兵過來 還是可以做一個防守的 雖然村民還是被殺了一些 村民樹目前還是入獲二十幾村 但是蒙古這邊村民樹暗的不夠多 哇 這邊村民又被殺了 不知道多少隻啊 大概是只有了吧 從蒙古的村民一直起不來喔 經濟上有點困欸 哎呀 確實中國也出了 中國聯弩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在空呢 哎唷 這個抖了一下 哎唷再抖一下 躲箭矢 細節細節 這個圍操操操得非常好 完全躲掉中國的箭矢 然後這邊肉馬直接要來裝城堡了 哇 這個城堡射肉馬的速度非常快啊 要集火一下這個肉馬的血量就沒了 想要來燒到這塊金 但是 似乎效果還算是不錯 雖然死得很快 但是肉馬的血量也是蠻多的 98滴血 好 升級了變成118滴 沒錯 蒙古開頭講的一樣 升級過是118滴血 還可以喔 但是三級攻沒有上 所以肉馬的殺傷力還不至於這麼個破壞性 正面 出了一些肉馬 去讓雅莉莉洗兵 用蒙古徒技 準備要來印上這邊的奴兵了 哇 這邊奴兵沒辦法打一個正面 有點難打 好 直接反擊 硬點掉對手的蒙古徒技 點掉了一隻 但對手的操兵還是蠻好的喔 還是有控制好 然後再繼續讓肉馬去做騷擾 哇 這邊中國放棄治療了 搶控了 這邊轉出了蠻大量的騎士喔 中國蓮弩 我們要點一下金罐呢 我們來積查一下中國的部分 是中國有沒有點金罐 可是點金罐的話 這個傷害應該是蠻可觀的 中國蓮弩打金罐是蠻好的 火箭技術 還沒有點 因為他會再加2攻擊力 那目前是一個8加4 那就是三級攻跟化學 8加4 好 沒有金罐的情況下 中國蓮弩 他應該還行 有拇指環的話 應該是沒問題 拇指環還沒點 哇 馬上打到我臉 可以 那這邊起兵 利用個機動性 要來攔截這邊肉馬的騷擾 家裡有機器BBQ 騎士防腐還是相當不錯的 但中國蓮弩的數量還沒有起來 要不要再等一下 好 再慢慢拆慢慢拆 兩邊都給一點時間 好 那村民宿 中國村民宿依舊還是沒起來 還在92村 這個村民還是一直被殺 經濟失誤一直好不起來 打了48分鐘了 肉馬狂亂還是很痛苦 哇 這邊騎士也殺了一點蒙古村民 但是被解掉了 兩邊都有在互相騷擾 就是互相傷害 然後陣地戰繼續打 兩台遠投了 蒙古圖技在思考要不要衝進去 演這個巨型投石機 這邊蒙古打工程器是有加成的 拆巨頭跟投石車 衝車都是很快的 不管打什麼工程器都很快 這邊都受不了了 出了兩台遠投要來反擊了 哎呀這邊 中國蓮弩的數量不夠多啊 而且沒有拇指環的加成 這個似乎 而且還沒精銳喔 完蛋 金罐倒是點了 8加6 但是這一坨被換掉 不要塑造打GG啦 你這樣子沒主力了 騎士都在後方 哇都沒在做事 直接進城堡 中國蓮弩能研發好嗎 90% 945 97 98 99 OK 金瑞升好了 但是並沒有太大的 金瑞的中國蓮弩 好這邊再虛波 看可不可以打一下 拇指環上的話 這邊肉碼就比較好解決一點了 OK 要不要打一下這邊 這個高地打滴滴 可以 可以嘗試一下 但是我覺得 兵量有點太少 但是騎兵還算行喔 騎兵的防御還是很高 總理蒙古這邊似乎有點害怕 中國蓮弩的壓力還是有的 哇蒙古的這個 心悅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能不能成形呢 這個中國蓮弩 牛子環 已經按下去了 終於按了 他終於發現自己的中國蓮弩 怎麼不射這麼慢啊 趙快一點趙快點 趙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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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哨迷術依舊還是落後的 那能不能爆出更多的中國蓮弩呢 這就是未知數了 聚約金也是在挖 然後那個城堡 守不住嗎 守不住的話 自己的初兵點被壓制 都會非常難打了 我這邊想要一個 道告記雅蒂蒂 好母子環一好 三級遠方也在研發 但是還沒生跑 但是中面的騎士 全部都被蒙古頭擊射光了 似乎肉盾發沒有了 剩下九隻騎士八隻騎士有速度後面被發呆 順便的某中國聯盟似乎要送光了 哎呀沒有戰機遠防死的速度非常的快 中國圖劑直接射光了 中國聯盟 中國打出了繼續 這邊中國聯盟一個大爆射 把所有的部隊殲滅殆盡了 某國圖劑果然還是我心目中最強的馬功 打工程器又強射速又快 攻擊六高 射程還有七呢 算中國聯盟似一模一樣 沒想到被蒙古一個翻盤 算翻盤嗎 好像也不算 算是整場蒙古壓折中國打 中國這邊相對被動了一點 但是沒有辦法 對面的蒙古圖劑加肉馬的一個策略 出戰馬的話也很難打對面的肉馬 算是一個前面被騷擾的有點嚴重 中國前面被打壓的有點慘 上TC的時候也比較慢一點 造成經濟一直起不來 就會變得比較痛苦一點 然後3G遠防科技也沒有完全聯合 就直接打正面的話 似乎對他也不太有利 蒙古正面者是全開了 馬舊弓箭系列全部都開 最強的馬功就在你面前 所以導致中國這邊正面似乎扛不太下來 來看一下數據的部分 數據的部分是蒙古全贏 只有社會贏 社會是城堡 那單位的部分是贏了50隻左右而已 好那經濟的部分 確實也是蒙古的一個擰壓 木材、食物都贏 房地樹中國是採了蠻多的 但是木材跟食物真的是偏少 經濟一直起不來 那村民樹確實也最多一招102隻 那真的是蠻少的 至少要到130或140 那遊戲比較誇張到150 但我覺得沒必要 到130、140應該就差不多 像蒙古這樣子數量就OK 好那這邊確實是蒙古打的比較好一點 好那這場比賽就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